歡迎收看 晉級的台灣 我是陳明君 帶你來看 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桃園呢 有一間火紅的創意 手工巨無霸水餃 店內除了常見的高麗菜 跟韭菜口味之外呢 還吃得到臭豆腐 香菜皮蛋 苦瓜金沙等 多達16種口味的 而且這麼多的創意呢 都是來自於老闆劉榮宇一個人 她這個皮生手工趕出來的 其實劉榮宇呢 她是一位單親媽媽 二十多年前從山東嫁到台灣 但十多年前 丈夫沉迷賭博加上對她家暴 一開始她為了孩子隱忍 但長期壓抑之下她生病了 不過為了兩個孩子 她很堅強地站了起來 如今靠著特色的創意水餃 讓她重拾對人生的希望 有一些那個老伯伯 然後吃他們吃到 他們還會找同鄉來 然後還問說你是哪裡的 她是山東來的 她說就是 山東來才包得出來這種味道 這個手感皮我們是很驚訝啊 很早之前有感受我手感皮的 都是繼續壓著皮 而且口味重多 這附近的話 我覺得這個一吃就屌屌了 就回不去了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好吃了 弟弟 你要那個味道 好啊 裡面坐 大哥 你好啊 裡面坐 你在台北嗎 是啊 剛剛裡面坐 將來台灣 已經二十多年的山東姑娘 牛榕嶼把山東人 天生豪爽的性格包進餃子裡頭 很大顆啊 所以有時候我都 沒辦法吃太多顆 都吃六顆 八顆這樣而已 這樣會不會太多 還有看人家講說 你不用包那麼大 你再小一點可以 我說... 我說不行吧 太多就是 喜歡大的 大包子 大饅頭 大餃子 因為之前公公家是水餃名店 所以包水餃對她來說 以前的速度可是下下降 基本上三秒就可以一個了 三秒就包一個 五千最高紀錄一天包四五千顆 現在自己出來創業十多年 牛榕嶼的手擀皮水餃 不僅個頭硬是比坊間來得大 餡料紮實 客人吃得出他的誠意 水餃飽滿 入味 而且不油膩 手擀麵皮的話 跟雞雞皮就是不一樣 它吃起來就是很紮實的感覺 餡的話吃的就是會口齒流香 會一直在口腔裡面 就一直感覺到香氣出來 牛榕嶼的玄角口味 除了常見的高麗菜韭菜 他自己研發有多達十六種口味 像這一道臭豆腐水餃 就迷死不少老饕 臭豆腐是有咬勁的 你可以吃到是有臭豆腐的感覺 不是光一個臭味而已 臭豆腐水餃可不是隨便 把臭豆腐包進去就好 還得先炒過一番 對 臭豆腐很臭 我以前可能一次炒很多有沒有 想說就不要一直一點一點去炒 結果隔壁鄰居就是有鄰居過來 這個味道我們真的受不了 你...你不能這樣子 我說好...那以後我少量一點 一點一點炒... 炒好的臭豆腐加上自己獨門醬料 還有精選豬後腿肉包進餃子 吃起來味道堪稱一絕 聞起來很臭但卻是滿嘴噴香 另外招牌的苦瓜金沙 鴨蛋黃 北鮮 炒香 再搭配新鮮的苦瓜 吃起來苦瓜不會過於暖嫩 而且苦瓜跟鴨蛋黃 蜜在一起的香味 讓不敢吃苦瓜的人 也會一口接一口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 很尊重健康養生的人 那我有一次呢 就上網看那個苦瓜的 營養成分有嗎 我覺得這個營養成分價值好高 可是我發現我兩年 沒有吃到苦瓜了 我想說可不可以包裝水餃 然後這樣我煮餃子 就可以隨時吃到苦瓜補充一下 營養成分這樣子 結果我就這樣想 苦瓜鹹蛋不錯 我就這樣子 而最特別就是這個皮蛋香菜 因為劉永宇自己愛吃這兩樣 所以香菜跟皮蛋給得很足 對 它有層次 如果光用香菜 那個口感是有差的 它會感覺起來都是在吃菜的 我常常推薦 香菜皮蛋 我來十次我最沒有吃八次 香菜皮蛋 香菜那個皮蛋水餃 我覺得蠻特殊 味道蠻好吃的 來 番茄大花湯來囉 放哪裡 一間小店用餐時間都是爆滿 客人很多都是吃好到手 但當初怎麼會有勇氣走進這間 隱身在桃園內地的水餃店 很多人都是看到旗幟上這三個字 當初我就是看到門口 有些手感皮 我想誰敢這麼大膽 現在用這個來當招牌 所以我才進來看看 結果我一看果然是完全按照老辦法 能做出一手道地的山東老味道 身為單親媽媽的劉榮宇 為了節省支出 只有請一個人中午來幫忙 剩下的工作全都自己包 所以她每天一早七八點 雙手食指已經忙不停 開始做自家的手工麵條 以前的老人家怎麼會做 以前山東老家家家戶戶都會 但在六歲時母親生病過世 還好有跟奶奶學了這好手藝 像我們北方山東人 都是習慣吃這個手工的麵 對 它麵的香味比較濃 對 有它那個麵的甜度 你說這個是小時候會做 對啊 小時候我們都會 都要學得多 對啊 因為每天都在吃啊 做好了手工麵 為了趕在十一點前開店 還得趕緊揉麵團要做水餃皮 而且我們這個時間賽跑 簡直就是 好 訂單來了 往下 我把這個現在揉起來 它如果太晚的話 我們就沒辦法去接訂單 才接完電話又得趕到後場 切菜做水餃餡料 我們是前一天馬上泡好 因為我們直接去包 如果脫水的話 它的口感很差 很乾 很硬 很柴 那我們吃起來是脆的 機器我不要用 柔宇說 因為自己從小沒媽媽 當上母親之後 她很注重孩子健康 她喜歡用當季蔬菜來包水餃 像這一顆顆五顏六色彩色水餃 紅色是火龍果打成汁 黃色水餃皮則是用枸杞 另外不愛吃青菜的小朋友 她把蔬菜葉打成汁 然後就成了繽紛色彩 而裡頭的內餡是玉米豬肉 她只用新鮮玉米 我覺得我怕它沒有洗或幹嘛有沒有 因為這種東西都要拿回來有沒有 把皮剝掉然後再給它泡水 要處理一下 所以我們家的玉米水餃 小朋友都很愛 菜肉7比3的黃金比例 混好的餡料 猶榮與熟練的擀皮 每一張都厚不一致 這個皮要邊邊薄 往上吹的時候要用力 下來不要用力 那個要抓好 然後擀的時候要轉圈圈 它會有這樣的有沒有 中間是厚的 邊邊是薄的 劉榮與包進的餡料 酸甜苦辣都吃得到 但這其實也是她的人生滋味 民國87年她嫁到台灣 她的公公婆婆早年來自山東 婆婆其實也算是她的姑姑 當年看方探親 看到方林二十的劉榮與很喜歡 就把自己兒子介紹給她 我沒有想到要嫁得那麼遠來 而且我也沒想到要那麼早婚 那時候我才22歲 但在親朋好友的勸說之下 經過半年的家往 劉榮與賭上自己的人生 來到台灣 那時公公家是賣吃的 在新店算是小有名氣 即便已經懷孕了她 每天還很勤勞的到店裡頭 幫忙包水餃 剛來的時候 那時候一個水餃賣四塊 鬆的有沒有 鬆水餃賣四塊 那有很熟的客人啊 就站在我旁邊 然後我就包一個丟一個 包一個丟一個 然後客人說四塊 四塊四塊 後來劉榮與生了一男一女 看似幸福美滿的日子 卻慢慢變掉了 結果我送了小孩半年以後 她就開始賭婆娘 也會對著我發脾氣 也會對著公公婆婆發脾氣 也會罵我婆婆 我那時候就灑掉了 從口角暴力到拳腳相向 劉榮與她有了想要離婚的念頭 她會拿拳頭打 打身體打頭 就是剛開始要提離婚的時候 我就心裡想 我不提了 懂小孩上高中國中 我看我能忍到什麼時候 盡量把小孩照顧到 我可以離開為止 因為她是一直 她是可以從早上 可以一直罵到晚上的那種人 她是三字經一直飆的那種人 就講得很難聽 說你離婚幹嘛 你離婚就當你 你這個大陸妹怎樣 你能做什麼 離婚之後 因為傅家人的要求 希望小孩留下來 加上劉榮與覺得自己在台灣孤零零 不忍小孩跟著她在外頭吃苦 所以只好做了這個決定 她一個人在外頭賣起水餃 做起小生意 但心裡頭最想念的 還是那兩個懷胎十月的孩子 所以相認只能在校門外 但讓人無法置信的是 在孩子心中母親成了這副模樣 爸爸就跟哥哥講說 你媽媽在外面做那種很丟臉的事 跟男生出去 就是去酒店的那種 怎麼做那種很丟臉的事情 然後哥哥聽了就很生氣 我去看哥哥的時候 哥哥就說 你走開 你很丟臉 我聽了 我當下就流一下眼淚 我說 我說媽媽沒有做 對不起你們的事情 可是男孩的 他的想法沒有那麼細膩 那女兒就說媽媽 我不相信你會那樣的落 我絕對不相信 做女兒的選擇相信母親 繼續和母親聯絡 卻換來被家暴 她叫女兒跪在那個茶几前面 一把刀一把槌子放在那裡 她說你選一娘 後來她就拿兩衣架 一直打女兒的屁股 女兒屁股上都有瘀青 那都是社工後來跟我講的了 我女兒就到學校以後 寫紙條給同學 老師馬上通過警察社會局 那天當下就緊急安置了 除了女兒被緊急安置之外 劉榮宇回憶那些年 她連看孩子都得心驚膽跳 有一次我又去看他們的 時候一大早 那時候六點半 我想說現在去學校買 過去等 我前夫就背著 就背裡一個包包 裡面裝了菜刀 然後背著一個黑包 我看到我前夫 我就扭頭就跑 包包拿出菜刀來 直接就在我頭頸上這樣 她說你看孩子 為什麼不經過我的同意 你要跟我講 我說我來學校看她 我說這樣有錯嗎 我為什麼要經過你同意 她說你就是要經過我同意 她就開始慢慢 然後手要放下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堵個刀 然後那個刀 就壓到我的大腿上 她還不鬆手 我就躺 我就被她壓到地下 後來就是鄰居上來 就是一起就是把她拉開這樣 後來就她就到了 而讓人心疼的還有 為了躲避前夫找上門 劉榮宇還一連搬了好幾次的店面 我只要一有她的動靜 然後我就趕快搬家 我連店都不要 我就是不想看著她 不想跟她糾纏 面對一連串的打擊 劉榮宇發現自己生病了 但她沒有放棄 因為孩子還在等著她 所以她尋求醫生的幫忙 然後站也站不住了 坐也坐不住了 就是很騷動 就是感覺自己完全崩潰了 那種感覺 就是很難過 那醫生就跟我講說 憂鬱 焦慮 恐慌 就是你要 下次要治療 那醫生就給我開了鎮定劑 在醫生的治療之下 病情慢慢好轉 她也順利爭取到 女兒的監護權 但沒想到 有次參加單親家庭聚會 看到女兒領紅包 她整個人徹底崩潰 女兒領上台領個紅包 可是我不開心 我看到那些人以後 我還很難過 我當下就開始 我在裡面坐不下去了 我就衝到樓下大廳 為什麼我的小孩沒有爺爺奶奶 沒有爸爸媽媽 沒有 然後那個社工就說 燕安媽媽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再把燕安拿牌 回去醫院 然後你看看你去住院 住院一段時間 給你治療 我一聽就很好 我說不行 你社工就講了一句 你叫他媽媽 你放過你自己好嗎 社工給他的這句話 放過自己 讓他知道 唯有自己勇敢 才能走出人生困境 所以劉宇他非常努力 走出戶外運動 曬太陽 讓他重新出發 後來在桃園找了一間店面 又賣起好吃的手感皮水餃 所以人家講 不是吃台灣口味 是古爪味 對 這個就是外層口味的古爪味 對 在這間店裡頭 劉榮宇把他最擅長的手感麵 做了很多創新 像這碗長蛇麵 用的就是包水餃的劑子 說不拉這個要清楚 對 如果拉不夠他會斷電 或者是不捐緣好不好 一碗長蛇麵裡頭可以加上三種醬 臭豆腐醬 炸醬跟酸豆 加在一起吃非常美味 一間小腳充滿人情味的水餃店 上門的客人都被劉榮宇所感動 而現在念大學的女兒 有空時也會幫媽媽分擔解憂 母女兩人一起走過波蘭 更能體會珍惜目前所擁有的幸福 作詞曲 炸醬 寞 炸醬 檸檬